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十首规模的组诗 诗人想到哪写到哪 每首诗都没有具体的题目 朱熹这一组摘居感性 直接受唐朝诗人陈子昂 感育诗三十八首的启发 一共写了二十首 第七首一开篇先定调性 靖阳起唐座 座是昨天的座 日子旁换成世子旁 有个词国座 指一个国家持续的时间 通俗的说就是国运 靖阳你已经很熟悉了 那是赵无序抵抗制摇的地方 后来李渊家族起兵来造隋朝的反 根据地也在靖阳 所以朱熹这句诗说的是 唐朝的国座由靖阳发端 看来朱熹想对唐朝历史 发表一点议论 果然很快说到垂统亦如此 这个统就是上一讲谈到的正统 正统必须有唯一性 这就是统一概念的原始含义 在古人眼里 国家就算领土依旧完整 也未见的就是统一 朱熹的势力马上就说到了 幽聚独天伦 聘臣私货兄 钱刚义坠 天书碎重重 唐朝皇室发生了乱伦事件 武则天这个女人 竟然窃取了国家大权 这简直 乾坤颠倒了 不要理 不像话 武则天建立周朝 史称五周 唐朝所代表的正统就此中断 虽然这是历史悲剧 既成事实 谁也改变不了 但史观总该在历史记载里 表达正确的价值观才对 可惜的是 云和欧阳子 并比弥智宫 唐经乱周记 梵力 殊此容 欧阳修主编 新唐书 竟然把五周的历史 列入本纪体系 相当于承认了五周的正统性 这叫什么事 道德沦丧啊 还好人间 等来了范族语 侃侃范太史 寿说一川翁 春秋二三册 万苦 开群盟 范先生追随过诚意 深明大义 可比欧阳修明白史书的范例 该怎么制定 朱熹这首诗 明明白白 力赞范祖渝 但到底在批评谁呢 在批评欧阳修吗 不 欧阳修只是朱熹 指桑骂怀里的那个桑 司马光才是怀 前面讲过 司马光算得上儒学左派 坚定捍卫儒家的传统价值观 以至于经常有人嫌他迂腐 但如果和范祖渝一比 司马光身上的那点左派 味道就真不算什么了 范祖渝属于左派中的左派 高举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大棒 挥斥方秋 不愿意向现实做出板点妥协 也难怪他特别愿意追随诚意 协助司马光编修资质通鉴 这对范祖渝而言 已经妥协的不像话了 司马光虽然左 但底子里呢 是实干家 凡是实干家 或多或少 都会有些妥协精神 而范祖渝和诚意一样 底子里呢都是道德家 道德家的优越感 就来自于不妥协 所以范祖渝和司马光的矛盾 是注定会有的 就在唐使编年的问题上 资质通鉴尊重历史事实 写到五周这一段 就用五周的年号 范祖渝当然不愿意 既然在资质通鉴的写法上 拗不过司马光这位主编大人 那就单非好了 范祖渝的不满 越积越多 终于一发狠 写出了一部唐剑 在唐剑这部书里 范祖渝终于可以放开手脚 一切都按自己心中 神圣的道德教条来做安排 写到武则天当权的时候 偏不用武则天的年号 而是沿用唐中宗即位时候的年号 还仿教春秋的一种特殊修辞 总之就是要抹杀 五周政权的存在 当然 五周政权作为客观事实的存在 不是一部唐剑就能抹杀的 范祖渝也没有抹杀事实的意思 而是要让五周政权退出正统王朝的神圣谱系 毕竟正统问题是个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 而不是史实问题 一个称职的史学家应该做的 并不是追求客观真相 而是要在唯一正确的思想指导之下 给现有的历史材料找到唯一正确的表述方法 在唐剑万丈光芒的映照之下 资质通剑就显得不那么正确了 到了南宋 朱熹作为二成学术的继承人 当然会赞美唐剑 认为唐剑能把误入歧途的资质通剑 往正道上拉 但是朱熹的哲学思辨能力远在范祖宇之上 所以在他看来 范祖宇在唐剑上的努力 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把握意识形态方面火候还不太够 事情总得有人做 方金天下舍我汽水 朱熹决定亲自动笔改编资质通剑 不但要把资质通剑变得简明一读 更要拿出孔子做春秋的态度 把资质通剑的内容纳入宇宙真理之内 所以朱熹这部通剑纲目 并不是一部单纯的资质通剑简明版 而是资质通剑的春秋大义版 后来随着朱熹被官方丰盛 通剑纲目的地位迅速凌驾于资质通剑之上 简直就是新时代的春秋 通剑纲目出乱臣贼子剧 朱熹这部书采纳了唐剑的不少观点 但无论是编排的系统性 还是意识形态的系统性 都比唐剑高出一截 朱熹出品不但避暑经典 而且注定畅销 我们可以从一个细节来领略 通剑纲目的编排风格 前面讲过周显王23年 资质通剑简略记载了三件大事 第一 齐国杀掉了国内一位叫牟的大夫 第二 鲁康公去世 儿子鲁锦公继位 第三 魏国 无起故乡的那个魏国 自贬身份 从公爵级别降为侯爵级别 依附于三井 到了朱熹手里 前两件事不重要 通通删掉只保留最后一件事 文字稍作修改 把自质通剑画里的 魏更扁号约侯的 更字删掉 这就文从自顺了 刚目的刚也就有了 然后朱熹把自质通剑前文当中 子思和魏国国君的三段对话 腾挪过来 用小号字双行拍在刚的底下 这就是目 读者看了这一段的刚 知道魏国在走下坡路 如果还想知道原为的话 那就多花一点时间 看看刚下面的幕 然后就会明白 原来魏国的国政早就乱掉了 难怪最后会走到贬号的地步 经过朱熹这样的改变 虽然只字未天 但历史能够给人的教育意义 就凸显出来了 站在史嘉丽上来看 这当然不严谨 毕竟在资质通剑的边年里 子思和魏国国君的对话 发生在魏国贬号的27年之前 更何况司马光原本就没能把对话时间考定清楚 天知道那究竟该是何年何月的事情 跟魏国后来的贬号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史实不重要 意义才重要 更重要的是通剑纲目里边很多意义 貌似比较隐晦 需要有心人仔细挖掘 资质通剑问世以后 涌现出很多衍生书 通剑纲目就是其中之一 而通剑纲目问世以后自成一家 也催生出了很多衍生书 第一部衍生书 很可能就是和朱熹同为南宋人的 引起身写成的资质通剑纲目发明 书中热情洋溢 剖析朱熹笔下的各种威严大义 书名所谓发明和今天的含义不同 指的是把隐晦的东西彰显出来 我们可以从字面理解 资质通剑纲目发明所要做的 就是把通剑纲目里的威严大义 阐发出来 让他们显明于世 这部书的特殊意义在于 以前都是春秋学家这样发明春秋 这下开始有通剑纲目学家这样发明通剑纲目了 引起身很可能是第一人 但注定不会是最后一人 原朝学者刘友毅 倾尽必生心血写成一部 资质通剑纲目书法 这里所谓书法也不是今天的含义 而是指历史著作的编写方法 本来春秋学经常讨论书法 这下朱子学也有自己的书法了 刘友毅的九世祖 就是春秋学的名家刘场 家学渊源 这套学问终于用在了通剑纲目身上 用来破译这部书里的朱熹密码 现在我们就该回到周贤王二十五年了 在这一年里 资质通剑只有短短一句话 诸侯会于京师 通剑纲目也只有一句话 诸侯会于京师 虽然两句话一模一样 还同样语言不详 但在有些人看来 司马光这么讲只会是直成事实 而朱熹这么讲一定别有深意 究竟藏着怎样的深意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